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总统大选节目 今天我们聚焦于特朗普的再次当选 他在选举中赢得了超过7200万票 支持者包括少数族裔和年轻男性 显示出对拜登政府的不满情绪 同时国际反应也不一而足 西欧震惊而其他国家则祝贺特朗普 另一方面 副总统哈里斯在华盛顿特区承认败选 支持者们的情绪复杂 尤其是有色女性群体的失落感显而易见 这场选举不仅是对候选人的考验 也是对选民情感的深刻反应 此外 密歇根州的选举也引发了对中美关系的热议 民主党候选人斯洛特金以微弱优势胜出 选民对中国影响的担忧成为焦点 共和党成功将这一议题塑造成选民关注的核心 显示出在全球化背景下 地方选举与国际关系的紧密联系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德意志广播公司Devich Vella 报道 唐纳德·特朗普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再次获胜 超越了民主党对手卡玛拉·哈里斯 赢得了超过7200万的选票 成为新一届总统 虽然许多欧洲人对此感到震惊 但特朗普的成功得益于他成功建立了一个广泛的选民联盟 他在少数族裔中的支持率显著上升 尤其是在黑人和拉丁裔选民中 分别从8%和35%提升至16%和42% 此外 特朗普还成功吸引了年轻男性选民 这一群体的支持率从2020年的45%上升至52% 相对而言 哈里斯在年轻男性中的影响力较弱 尽管他在女性选民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悉尼晨报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指出特朗普在赢得选举的同时 面临着多项刑事案件的法律挑战 他在纽约因向色情明星斯托米·丹尼尔斯支付封口费 被判定犯有34项重罪 此外他还在乔治亚州因试图推翻 2020年选举结果而受到起诉 尽管特朗普作为总统无法自我赦免 但他的新职位可能使得对他的起诉 变得更加复杂 特朗普的法律团队正在努力应对这些案件 而如果一些关键检察官被撤换 案件的进展可能会受到影响 德意志广播公司Devich Vella 还报道了哈里斯在选举失败后的首次发言 他在华盛顿特区的霍华德大学 接受了这一结果 向支持者们表达了失望与遗憾 哈里斯承认 尽管他在女性选民中取得了一定的支持 但未能有效吸引年轻男性选民 尤其是在经济和移民等核心问题上 未能与选民产生共鸣 特朗普的胜利 被视为对现任政府经济状况的不满的直接反应 许多选民在投票时 更关注生活成本的上升 南华早报报道 密歇根州的选举 结果反映了对中国的忧虑 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性 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埃利萨·斯洛特金 在与共和党对手迈克·罗杰斯的激烈竞争中 以微弱优势获胜 胜差仅为18000票 然而 斯洛特金所VK的众议院席位 被共和党候选人汤姆·巴雷特夺回 后者利用斯洛特金与中国的关系进行攻击 成功翻盘近17000票 密歇根的政治观察人士指出 共和党强调中国威胁的策略 在这个摇摆州中显得尤为有效 尤其是上海高科技公司 在当地建设电动车电池厂的计划 引发了强烈反对 尽管斯洛特金最终获胜 但专家认为 罗杰斯的表现超出了预期 为他带来了更严峻的挑战 美联社报道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在华盛顿的霍华德大学 发表了他的败选演讲 现场支持者情绪复杂 许多人流下了眼泪 表达对选举结果的失望 哈里斯在演讲中提到 他已向当选总统特朗普表示祝贺 观众对此发出嘘声 显示出对结果的不满 尽管场面凝重 但也有支持者 微笑着表达对哈里斯的支持 这一场景反映出美国社会 在选举结果面前的分歧 和复杂情感 悉尼陈锋报指出 特朗普的胜利 引发了金融市场的狂欢 但也伴随着警示信号 美国债券收益率上升 投资者对特朗普承诺的减税政策 和放松监管的前景感到兴奋 但债券投资者 则对特朗普的财政政策 和可能引发的通货膨胀 感到不安 尽管股市大幅上涨 特朗普的政策 可能导致美国的债务水平飙升 影响全球经济 分析人士警告 如果特朗普实施其关税政策 可能会对美国和全球经济 造成严重损害 尤其是对中国经济的打击 将是显著的 整体来看 特朗普的连任 可能会带来更多的经济不确定性 令国际社会对未来充满忧虑 悉尼晨报报道 唐纳德·特朗普在重新当选美国总统后 与国际奥委会 IOC之间的冲突即将加剧 他多次承诺 如果当选第二个四年任期 将禁止跨性别女性参加女性体育赛事 这一政策可能会影响到 即将在洛杉矶举办的 2028年奥运会 此外 他对阿尔及利亚拳击手伊曼·凯利夫 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参赛的决定 表示反对 认为他在性别资格测试中未能合格 特朗普的立场 受到了女性选民的广泛支持 他在竞选活动中 甚至邀请了一只因驱逐跨性别运动员 而受到关注的女子游泳队 为其助阵 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若要阻止跨性别女性参与女子运动 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禁令 悉尼晨报进一步报道 澳大利亚驻美国大使凯文 鲁德为了避免冒犯新任总统特朗普 已删除了他对特朗普的批评言论 尽管鲁德曾称特朗普为历史上 最具破坏性的总统 但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 依然坚持让鲁德留任 强调两国关系的重要性 鲁德在特朗普当选后 迅速清理了以往的评论 以免被误解为澳大利亚政府的立场 尽管反对派呼吁政府应考虑更换鲁德 以维护美澳联盟 但鲁德的外交经验和对中国的了解 使他在华盛顿备受重视 《悉尼晨报》还指出 特朗普的政治魅力依然强大 尽管他的言辞和行为常常引发争议 但他在选民中的吸引力并未减弱 许多选民对特朗普的经济和边界政策表示支持 尽管他在竞选中采用了激进的语言 特朗普的支持者认为 他能代表他们的声音 尽管他常常发表一些极具争议的言论 相对而言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的竞选表现则显得乏力 未能有效传达他的政策愿景 导致选民对他的支持不足 最终 特朗普在男性选民中获得了54%的支持 而哈里斯则在女性选民中获得了同样比例的支持 显示出选民的分裂与对立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 与其进行了通话 表达了对特朗普胜利的祝贺 阿尔巴尼斯表示 这次通话强调了澳美联盟的重要性 以及两国在安全 AUKERS 贸易和投资方面的紧密关系 他期待与特朗普共同合作 推动两国利益的发展 尽管阿尔巴尼斯曾在2017年的音乐节上 因特朗普的言论感到不安 并表示他让我感到害怕 但他在最近的记者会上 重申了自己与世界领导人建立积极关系的能力 并对未来的合作充满期待 政府预计将很快发布更多有关这次通话的信息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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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